大家好 華記10月27日深夜報導 今天很多不同陣型的 都是用一個萬戰穿心的抹黑誣衊攻擊 但我現在已經到達習以為上 也感謝大家高台貴手 起碼沒有繼續抹黑我 例如他們都是抹黑我殺人放火 家人老略或者做間諜 起碼沒有抹黑我 或是亂同僻 我都覺得大家高台貴手 都叫做手下留情 多謝多謝 所以我今天不會評論我那些人 為何近日我會這樣被批評 可能有位被人入 我用一個嚴肅的回答方法給大家 我今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想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 香港是言論自由的 如果香港小姐選舉 你不喜歡二號 你選一號 我只是把我的感覺表達出來 未來明年三月 特首選舉跑馬仔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住了四十多年 我看到我想選的候選人 我只是表達我的意見 我完全沒有任何實質示威 遊行抗議或組織 只是一個網上的討論 如果你說華記支持哪個候選人呢? 因為一直都有人誣蔑我是日本間諜 美國間諜 但我一下子就對不起出賣了他們 誣蔑我的背後真正原因 原來我在前天出了一個英文 就是anyone but not carry name 這個英文就流露了 原來我的英文是完全不行的 因為anyone but carry name 就完結了 我無緣無故加上我的小學生英文 就暴露了 如果作為一個美國間諜 要報告這個單議席單票制 或者是比例代表制 或者是功能組別直選議員 委任 然後要報告35家雷動計劃 怎樣可以奪權 然後可以顛覆香港 我是不懂得說這些英文 所以這句說話 已經是表露了 我是不可能可以做到美國間諜 而我也不懂得日文 亦是做不到日本間諜 在這裏暴露了 令到抹黑我的人不開心 我在這裏鄭重道歉 可能我這個不刻意表露了出來 可能令到抹黑我的人 他就滿不事未宜 因為抹黑不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一時不知為何無端的說英文 就穿了崩 所以抹黑我的朋友可能會很生氣 但我跟大家說對不起 如果下次你抹黑我 我盡量不作一些澄清 我盡量不要說那麼多 希望你們抹黑的時候 你們可以自己有快感 另外要說一下 沖沙剛剛打來 因為沖沙比較感性 剛才我在食神禮公那裏 跟幾個朋友一起吃飯 有兩男兩女 說起一些愛情故事 我就分享了自己的少許經歷 希望有一個溫馨提示 如果大家去食神禮公吃東西 記得早餐不要吃 下午不要吃 只是晚上那一頓才去吃 如果不是 你是吃不完食神禮公那一頓 好了 今天就要跟大家說說 一個愛情故事 和沖沙的對話 去片 好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和沖沙一起對話 沖沙剛才問了 近日有關於 城中瘋狂 萬箭穿心 來招呼我 這個話題我今晚就不說了 沖沙 講完了 我們今晚說愛情故事好嗎 說什麼愛情故事 我的愛情故事 好 OK 我剛才跟一位性情中人的食飯 即是跟我差不多風格的人 矽間有兩男兩女 我談起某些話題 男女相處之道 我一時感觸 我便分享了一個 在我自己親身的故事 我覺得 你忽然之間這樣打過來 我覺得 剛才我還有一點點 觸動心靈 去到現在 我便感性一點 分享一下 好嗎 好啊 在98、99年 即是我那時 生意失敗 我正在還債 我那時 正在做幾份工作 即是很努力 希望把自己的債項盡量還 因為以前做生意失敗了 真是很撩倒 即是很慘 但那時我便沒有放棄 我便一直做幾份工作 這樣很節省 然後有一年 98、99年 我忘記哪一個月份 即是 當時 即是我女朋友 即是或是嫂子 她便很想我去旅行 因為我沒有休息 她亦都想去旅行 她便偷偷跟我說 她便叫我去泰國玩幾天 我便覺得 我日做夜做都用 從來都沒有陪伴 她便知道我沒有錢 她便知道我沒有錢 我亦都知道她說 她去買機票和準備一些東西 然後她便去買了機票 以及準備了酒店 自由行 因為當時我的情況是 第一,我沒有錢 第二,我很自卑 第三,我本身的性格是大男人主義 我覺得我不應該花女人錢 所以形成到我的心理很變態 她便跟我一上飛機那一刻 我便看到那張機票當時她坐國泰 我一開始打算很害怕 做幾份工作又還債 難得去休息幾天 但我個人可能 接受不到自己要花女人錢 當時我看到各大那張機票 是五千多元一張 兩個人要萬多元 我立即很不開心 很自卑 而且我覺得我真的接受不到 你明知道我現在的環境這麼差 如果你坐廉航 我個人會比較好 你還買了這麼貴的機票 當時對我來說 然後我發脾氣 我還罵她 然後全程自己發脾氣又懶惰 又不理他 又經常不理他 又起飛機去到目的地 再去酒店住 全程我都是呼呼喝喝 我很生氣 因為我作為一個大男人 我現在要花女人錢 我根本自己很懶惰 我自己很懶惰 為何我作為一個堂堂男人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辦法接受 我好像吃軟飯一樣 要女人買機票買酒店 來請我去旅行 我完全是接受不到這件事的時候 但我不懂得去表達 我只用發脾氣 來展示我自己的情緒 其實她就很慘了 現在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女人貼了錢 貼了假期 訂購了東西 全部安排好了 請你調揚官華去 一去到你又發猛症 又要罵 然後她全程呢 還要拖著我 哎呦不要這樣 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就縱火 我問你有沒有搞錯 你買這麼貴的機票 你有沒有想過我現在很難受 你買一張廉航也好一點 我就不斷地罵她 那幾天呢 全程我都發脾氣 因為呢 我覺得洗人錢 不好意思之餘 我覺得自己很無用 即是當時我覺得 我真的 因為你一個男人 一個男人 一個男人 你記住 當你沒有錢 欠人錢 你這個人已經心情不好 然後呢 你還要花女人錢 然後呢 花女人錢 你就覺得 這麼貴的東西 花在我身上 或者現在這個環境 根本是 我暴力不到 但是你自己 就拿自己的司機錢 來請我去 那我就覺得很難受 而這些難受呢 我就是 不懂得去表達 那我就發很大脾氣 那她呢 就全程是 好似哄小朋友 她越哄我 我就越發脾氣 就越罵她 那其實事後 過了若干年 我都覺得 有點內疚 即是 其實我是很 其實呢 如果正常一個男人 即是現在的男人 即是 有個女人 請你 游山換水 付錢 呵護備致 全程照顧 即是 喂 但為什麼我 我會這樣的呢 為什麼他還要 他還要犯賤 他還要像 前世險我 那樣 好像哄小朋友 最後 他那幾天 都是虛道時光的 因為 二十四小時 我都在發脾氣 那幾天 即是 我不是去度假 我就覺得 很肉赤 很肉赤 哎呀 忍受不了 使女人錢 還有 男人呢 又自卑又自大 那種感覺 就不斷地中環交錯 那女人其實是很慘的 沖先生 我不知道大家 是否明白 其實我的言語 表達 可能沒有當時 我發生的事 那麼全面 即是基本上 在這些情況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試過 當一個男人 那段時間 是 人生是經歷低潮 而經濟出現嚴重問題 和欠人錢 公司又剛剛結束 在這個情況下 有個女人對你好 你不懂得珍惜 不只 你不斷地去罵她 其實她也很冤枉 但問題是 因為自己當時沒有能力 和沒有辦法 事後我就在想 我這一世 不可以花女人錢 我這一世一定要發奮圖強 我不可以被人看 即是我要檢討自己 我為什麼會這麼失敗 我為什麼連請自己的女朋友 去旅行的能力都沒有 我為什麼我活了這麼多年 由十四歲做一 做到成三十歲 還要差不多接近破產 差人周身債 我覺得我痛定思痛 我無論如何 用盡我一切的能力 和方法 我一定要轉規為形 反敗為勝 而對得住自己 對得住自己身邊的親人 但這些事情 是當時沒有說出來的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是我人生一個污點 我覺得我很野蠻 我現在回想 我覺得 我真的很野蠻 那時候 我很臭蕩 很賤格 很壞 為什麼有人對你這麼好 為什麼你都會當別人是草 我有一套電視劇 不知道你可能沒有共鳴 那套叫做羅家良的《創世紀》 我其實跟羅家良和陳衛生的感情有點相似 羅家良為了自己的事業 畢生去奮鬥 所有的事情都丟在自己的事業上 沒有自己空間 沒有旁邊的人 而陳衛生對他一往情深 不斷去幫他 即是霍景良的女兒 陳衛生 就 勃心勃命去為葉榮添 但葉榮添 這個混蛋 他就沒有珍惜過他 不斷去洗他 不斷去擺他 然後 為自己的事業理想 而奮鬥 其實我完全是葉榮添那種性格 其實我是一個壞人 講到這裏 我覺得是對女人不住 不過 我本來講五分鐘 我現在發覺已經講了十分鐘 所以我就不能夠再講 所以我剛才那些都是真人真事 發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不知道 陳衛生你作為一個男人 你補充幾句 我就不妨礙你的節目 好了 我補充幾句 那我覺得 其實你第一 你有檢討已經很好了 還有你也是一個很重情義的人 雖然過了這麼多年 你都選擇 你有你的頻道 又都是講時事 雖然轉對型講生活講旅行很久了 那你拿這件事出來講 那我相信 都非常之 就是真的有情有義 如果這裏有很多女性的可能聽到這裏 已經拿著包紙巾在這裏 不是我真人真事來的 我真人真事來的 我們各位都是出於關心你 擔心你 第一 在我心目中 其他人不知道 一哥 不是啊大哥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 我還要告訴你 在這件事上 我在後面 我從來沒有道歉 也從來沒有提過 他仍然是犯賤 天天在哄著我 天天哄著我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 有人可以無條件付出去奉獻 到現在我都沒有道歉 沖先生 是 是 就是這樣 是 是 好 多謝你 在這裏分享一個這麼重要的故事 我們私底下再談 聯絡 祝你一切順利一切小心 好 拜拜 多謝西華哥 拜拜 拜拜 好了 沖先生剛才做直播 打給我 我就分享了一個故事 其實呢 我就 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大家 年紀大一點 看過《創世紀》 葉榮添那種性格 其實我完全是 那種 專注自己在事業上 完全是不理身邊的女人的感受 不斷都是為自己的理想 事業 目標 奮鬥去這樣做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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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女人都是這樣對我的 基本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別人前世欠了我 其實我也是很差的 基本上 我是不會 體會到一些女人的付出 不斷只是朝著自己的理想 事業 目標 這樣進發 即是有幾個女人 都是撲心撲命地對我好 其實我也很內疚 但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大家有看《創世紀》 葉榮添 你就知道那個人是怎樣的 葉榮添 即是我 所以在這裡分享 這個是真人真故事 因為要經過若干年後 才會覺得自己是不對的 所以我在這裡奉勸一下 如果大家看到我這條影片 大家就要立即放下自己的身段 和自己的另一半 就低低地逛步 不要太過大男人 因為我們這些是 比較是很大男人 很大脾氣 一個人說了事 所以我覺得這些女人都是很辛苦 所以在這裡 在這裡 就自己是有不對的 就是 很多女人都對我很好 所以在這裡我自己都很內疚 那麼 節目就分享到這裡 今天希望大家給到的養份給大家 多謝了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師傅 我是Yanny 師傅先生 今個禮拜有什麼好東西給大家 今個禮拜日 我們找到一個 堅緊價的樓盤 給大家介紹 那個就是華法觀山水 是的 就是位於中山三鄉的 說明觀山水 有山有有水 除此之外 價錢非常吸引 74萬可以賣到三房單位 94平方 是不是師傅先生 今次發展商 就清貨大行動 一宇全賣 是的 而且屋苑附近 也都自大商場 12萬平方的商場 非常吸引 師傅先生 這個盤還有可以做按揭 是的 就是20多萬做業主 沒錯 還是現樓 所以非常吸引 如果大家有興趣 知多點的朋友 可以今個禮拜 進來我們廣東道332號地下 華記正能量網紅基地 參加我們的星期日事業講座 時間大約是三點到四點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WhatsApp我們下面的報名熱線 到時見 拜拜 拜拜